看看新闻网 我就看着她 我就想不好 她全身每个手跟脚 就是包括那个 还有上面那个雕塑 她的脚趾头就刚好 掐得很准确 我出来我自力更生还能 碰面美术院的一个 说什么叫掌的 她说你还不能到美院 掌什么事去的 我啥什么事的 我以为呢 叫摩托娃不能坐公交车了 最后她说不是来做那画像 我才知道 头一上班呢 是画了头像嘛 画一个上午只能十来块钱 七八块钱 慢慢就涨了 最后老师介绍 你不能画人体的 她说画螺丁一千又搞一半 看我来时间这些 这些老教授还都是说成的 你不会画了好好的啥样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这线条太重了 不许画轻轻一点 而是轻上倒下呢 是左倒右 轻内倒外 前画古左 五个话不出来你就不知道转车在啥 一九四九年嘛 我就参加入屋了嘛 就是参加志愿军了 那时候去世间都喊住口号嘛 一人参军全村光了 他一说战争 你没法尖了我就说 那时间是小女家不清 反正苦已经过去了 谁话都好说 苦中苦难得天上天 我这回要搞我那个事 在城里有两年了 我回到我那个事呢 我是认为干不动就不干了 就是现在能苦用多了 再六点之间吧 知道了可以养老 刚开始我们只是以为 老爷爷是在画室里面当模特 然后后来去到他家 然后才发现里面都是废品 他家挺小的 然后生活挺不方便的 在外边 你过个马路 那小女儿都帮着你 你不怕人家坐那公交车 我只要往上一响 你都疼我一直 我认为这就不错了 你看你到这边 就让等于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了 每天就是不断的 跟我的家人一样 你现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的东西前堂了 实际上有啥了 其实我们一直都想 帮老人家改善一下 他的居住环境 都是说着 也是很困难 我都知道 不可以说 我就说我傻时间 我说我也报答 不要人家吻醒了 我没有说 就这我都是满足了 我们就搞刚就 我们就挖坑 再大的困难 我们就过不去的事 我能想要困难女通 我能想要困难女通 看不到远方 更不敢轻易停下 梦想有多长 等待有多慌 支撑我坚强 心还有牵挂 我好想回家 好多想说的话 在家人前吧 没有太多 是居住环境